秦武王去世以后太子即位 这个太子就是大 他就是秦武王 秦武王施的高大恐武有力 正因为高大恐武有力 所以他偏好举重 偏好比利己 在他的周围就聚集着 诸侯各国来的即位大利士 大利士们在他的门下 那可吃香都做大官 秦武王时期干了一些大事 比如打韩国 攻易洋 他中用的有肝帽 还有处理子 是可以干一番大事业的 如果他没有和他的大利士 去比那个举顶的话 他可能会做一番大事 这个大利士叫孟悦 说话的说 读作悦 孟悦 结果那个底 还没有举起来的时候 砸下来了 砸断了兵骨 按理说呢 这砸断兵骨 他也不过就是外伤骨折 但是他当天晚上就死亡了 所以由此判断呢 这个秦武王 是内脏严重受损 内出血死 对不起 最后一会有点满海的 那外脏严重受损